狗狗有很多被遗弃的理由 疾病就是一个原因 寄生虫、皮肤病、肿瘤等等 从小病到严重疾病 没前置、照顾太麻烦 都能成为主人弃养的原因 其实真正爱狗的主人 就连狗狗癌症都能鼓起勇气抗衡 拼了命把狗狗留下 纽约的私望 就收养了一只淋巴水肿的狗狗 虽然狗狗随时可能有危险 但他说会尽可能让他开心过玩下半生 八个月大的狗狗谢曼 之前并不叫这个名字 之前被救助的时候 他的名字叫做米奇 一个救援组织 把他从一个已经运营二零多年的繁殖厂服 图伦德因尼利兹终救了出来 他的救助人苏珊说 卸曼脚上的肿胀应该是不良繁殖引起的 而且事实上也不算他们前去救出狗狗 而是里面的狗狗饲养员直接联系的他们 那个繁殖长只想赚钱不想花钱给狗狗治病 联系人告诉苏珊 他绝不会带狗狗去看医生 如果苏珊想要的话 就直接来拿走他 当时苏珊知道狗狗的腿肿了 起先以为是扭伤而已 但看见之后觉得肯定不是这么一回事 狗狗两只后腿肿得非常均匀 看了医生之后 说是淋巴水肿 这种疾病在人类身上更常见 在狗狗身上不是很常见 所以也没有研究 这种疾病会导致淋巴系统堵塞 也就是说一体会在他的后腿中积聚 导致肿胀 医生说一定按时吃药 还要小心狗狗化伤被感染 这种有特殊病情的狗狗 一定要找到好的主人 不然其实跟在繁殖场没什么区别 但是这双丑陋的后腿 却吸引了特别的主人 39岁的汽车售票员斯旺说 第一次看到谢曼 就被他的后腿给迷住了 他说谢曼肿胀的后腿和爱迪 莫菲在肥老教授扮演的角色很像 自己非常喜欢 之后他便收养了谢曼 虽然谢曼必须避免割伤腿部 但心主人不忍心让他过着限制的生活 他会带谢曼出去树林散步 但会尽量避开任何可能割伤他的东西 把每天都当成狗狗的最后一天照顾他 就算是患了奇怪疾病的狗狗 也能过得很好 在真正爱狗的主人手里 就能创造奇迹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别忘了与好友分享乐活 乐活之心祝您快乐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